聯合國一份新的報告說有合理的證據令人相信 敘利亞境內曾經使用過少量化學武器 報告說還未有足夠的證據確定化學武器的物質 以及衝突的哪一方使用過化武 報告說這些結論可能需要受害者作證 以及在據稱的四個化武攻擊地點採集樣本 報告呼籲敘利亞准許聯合國調查小組進入敘利亞 調查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 敘利亞政府表示調查人員只能進入一個地點調查 敘利亞政府和試圖推翻阿薩德總統的反政府武裝 都指責對方在兩年多的內戰當中使用化學武器